《科學中文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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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午5點 颱風泰利集結了香港西南偏南 大約270公里 我們預料泰利會採取西北偏西方向移動 大致移向雷州半島至海南島一帶 和繼續增強 受泰利影響,香港現在普遍吹強風 離岸海域和高地吹吹裂風 按照現在的預測路徑 泰利會在早上在香港西南偏南約300公里內掠過 預料本港的風向會逐漸轉去東至東南風 風力會進一步增強 8日裂風或暴風訊號至少維持至正午12點 隨後8日訊號會否維持取決於本港風力的變化 以及與泰利相關的雨帶的陣風會否持續影響香港 其實與泰利相關的雨帶正影響廣東元朗 所以預料香港今天會有頻密的狂風潮雨 受泰利帶來的風暴潮和天文大潮的共同影響 沿岸低瓦地區早上可能出現水浸 所以市民應該盡早完成防風防水浸的措施 海面亦有大至非常大浪和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非常感謝 感谢观看